德国的普朗克 爱因斯坦的老师 他研究 量子力学 专攻物质 一生就干这一段事情 物质到底是什么 被他发现了微种子 把微种子打破之后 物质不见了 没有了 没有了是什么 发现 是念头 波动的现象 这把物质的秘密 揭穿了 物质是什么 是念头波动 产生的幻想 所以他得出的结论 宇宙之间 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物质是假的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现象 确实就像电影 像荧幕上的画面一样 荧幕上的画面 完全是假的 是徐徐徒徒徒徒徒徒 啊 换的面 那个影像 在荧幕上 纠缠在一起 我们的银化了 看到里面 好像是真地一样 这是全家的 一样都得不到 这个事情 跟我们现在 眼睛所看到的物质现象 完全相当 所有 一切物质现象 都是 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的 神灭 啊 产生的幻想 啊 它每一个像 都是作例的 有没有 有 在哪里 没有了 不能说它没有 也不能说它有 因为它存在的时间 实在是太短了 啊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这是它存在的事情 弥勒菩萨告诉我 啊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谁能够 控制住 谁能够掌握到 啊 大臣经教上说 八地以上 啊 所以八地以上啊 就看到 阿赖耶的三细相 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 就是看到 宇宙的缘起 啊 这个宇宙到底怎么会死去 八地以上看清楚了 啊 今天科学家 确实掌握到了 发现了 这个秘密 啊 物质是搞清楚了 念头不清楚 啊 念头只知道 它突然发生 他说 没有理由 啊 立刻就消失 这他发现 跟 楞严经上一句经文 相应 啊 楞严经上 佛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现象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凡所有向 皆是希望 啊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顺严经上说的 凡所有向 皆是希望 金刚经上说的 啊 全是假的 所以 所以佛在经上 常常用 梦幻泡眼 来形容 说法界 一阵状怨 啊 用意呢 是叫我们 随遇 别当真 啊 你在做梦 在梦中 知道梦中 什么都是假的 随便 啊 不要执着它 不要在这上面 起心动念 啊 我喜欢它 我讨厌它 啊 我想得到它 不要有这个念头 全假的 啊 包括我们自己身体 念头 统统是不可得 啊 你一起心动念 这就是六道凡夫 啊 不起心不动念 那你就是法身菩萨 啊 啊 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你在四身法界 啊 有分别 有执着 你在六道里的轮回 你这边 还得到 你这边 就像这样子 有点